富人騎這機車失控衝進診所 玻璃門被撞歪 人卡在機車上動彈不得 突如其來的巨像 嚇壞掛號民眾 還有診所人員也趕快過去幫忙 那剛開始因為 因為還好沒有什麼必要 他就是突然間撞進 從另一個角度看 高雄前鎮的77歲富人 一個右轉騎上人行道 結果為了閃行人重心不穩 龍頭整個偏掉 往診所大門撞進去 還好玻璃夠堅固 沒有破裂人也好把無傷 其實正信富人 疑似騎乘機車時 要閃避一名行經的路人 才會一時打滑失控 衝撞到整所的大門 同樣驚險的還有 銀色休旅車開在國道 似乎沒有減速猛撞環撞車 鏡頭巨烈晃動 休旅車車尾彈起 恆庭中線車道 臨見盆飛四散 在哪裡 在那邊 救護車到場 把休旅車上一對夫妻送一 幸好只有輕傷 不過剩下一線道能通行 後方車輛大回渡 地點在國道一號南向 銅鑼路段 開始叫人來都沒有煞車 直接撞上去 心裡有準備 對啊 心裡準備就後面碰 環撞車尾被撞到扭曲變形 工程人員沒有受傷 笑笑的說早就已經習慣了 駕駛想省力 開啟輔助駕駛上國道 結果太放心 意外車毀人傷 借中部綜合報導